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兵团级干部至少是上将 还有两位大将 徐立青是唯一一个低于上将的正兵团级干部 那么徐立青为什么最后只平了特中将呢 大家都知道 在寿贤时 徐向前曾立辞元帅前 徐光达也立辞大将前 但毛主席都没有同意 而徐立青立辞上将前 为什么最后就通过了呢 这还得从徐立青当时的职务说起 当时徐立青正担任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 这次大授贤 就是由总干部部负责的 自古以来 运功行赏都是争议很大的事情 谁的功劳更大 谁更应该排在前面 都是风口浪尖上的事 虽然共产党人都境界高 但面子上的问题还是要讲的 比如刘罗宝就明确说自己的军贤太低 因此 徐立青为了平息众议 就决定自己先做个榜样 按照规定 徐立青是理所当然的上将 但徐立青给总干部部部长 罗荣环写了份报告 要求将自己的军贤改为中将 罗荣环向来讲究实事求是 也知道徐立青的用意 就没有给他批 不 几天后 徐立青见新出来的上将名单 仍然有自己的名字 就自作主张 起笔把自己的名字画掉了 但罗荣环不同意 说 这是中央军委定的 正兵团职的一般都受上将 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画掉呢 徐立青也来了牛脾气 继续写报告 坚持自己的意见 罗荣环没办法 就去找彭德怀 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时 跟徐立青一诗一语有 德高望重 他的话徐立青不能不听 于是彭德怀就把徐立青叫去 说 立青 我已经和徐光达同志谈了两次话 他也向军委写了报告 要求由大将降为上将 我没有同意 我是很了解你的 你不要上将的事 我看 还是商量一下再说 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但徐立青说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 按照平衔条件 我该受上将 可我是主管授贤工作的 不能在上将的名额中和别人去争 如果把别人剪下去显然不合适 把自己剪下去比较符合诗迹 这也是我的心愿 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彭德怀看着这个当年的小兄弟 百感交集 既然自己说服不了他 那就只好请周总理亲自出马了 于是 彭德怀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周总理 然而 在徐立青的坚持下 连周总理也败下阵来 最终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 到了授贤那天 周恩来当着众人的面 对他说 主席说徐光达是一面明镜 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我说你徐立青也是一面明镜 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吗 后来 徐立青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如果一个人只考虑个人的待遇得失 名利地位 不考虑大局 就不会得到同志们的信任 更不会为党 为人民做出贡献了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位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明镜说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说104连续